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末的港湾播报 我是实习主播Jennifer 中国富商苑刚被杀及肢解案 昨日继续审理 检控官昨日对赵丽的盘文焦点 还包括赵丽在2015年5月2日 案发当天与苑刚的互动情况 赵丽说 她那天本来是准备出门 去爬松基山步行路径 但由于出门时忘带了停车证 于是又返回西温房屋拿证 后来苑刚问起她的新发明 苑刚还半真半假的说 如果你让女儿嫁给我 我就给你新公司一半的股份 才因此引起后来的激烈冲突 苑刚对赵丽说 每月给她4000元工资 但赵丽说她是发明人 苑刚接着说 如果你同意让女儿嫁给我 我就给你公司一半的股份 赵丽告诉苑刚说不可能 他们是亲戚 苑刚则回 有什么不可能 我大姑也不是我奶奶亲生的 苑刚又说 那个谁也是跟老婆的外甥女在一起 赵丽说 她听了苑刚说了这些话 令她认为苑刚想娶女儿的事情是认真的 所以两人的争吵就更激烈了 监控官问赵丽 既然苑刚说 如果你让女儿嫁给我 我就给你公司一半的股份 这代表决定权是在赵丽 苑刚并未强迫她 或是强迫她的女儿赵一鸣 赵丽可以选择走开 而争吵也可以就此结束 赵丽则说 那时继续和她争吵 这点她说 我非常的愚蠢 明知道苑刚脾气不好 而平时苑刚也很尊重她 赵又资认谦和 如果她不继续吵 就不会有此事发生 赵丽昨日并补充了女儿的婚姻状况 她说 女儿在苑刚案发期间 人在中国办理离婚手续 女儿是在网上认识在中国的男友 两人互有好感 也办理了结婚登记 希望申请女儿的丈夫来加拿大 但她说 女儿可能是在加拿大生活太久 对在中国的生活不太习惯 所以也决定和丈夫离婚 离婚的律师还是苑刚帮忙找的 她因此对苑刚表示感激 毕竟苑刚出面协助女儿的事 赵丽还说 苑刚在沙省的农业公司 之所以经营不善 并面临违约官司 是苑刚一系列的错误造成 包括苑刚以中国大老板的心态在经营 不听建议 还挪用向银行借来的贷款 去投资在中国的生意 赵丽更指 苑刚包养那些臭女人 并给她们开工资 而这些女人从来都没有来过公司 导致公司经营不善 赵丽已完成她的证词部分 现在则进入检控盘问阶段 检控官赖布森总共准备了17页 针对赵丽的证词盘问材料 但昨日整天只完成不到三分之一 进度极为缓慢 布赖森问赵丽 知不知道妻子李小梅 目前正面临刑事检控 被控的是刑事诈骗罪名 案件会在今年稍后开庭 她并补充 李小梅涉嫌在苑刚死后的第一天 使用之前所获得的授权 盗取苑刚银行账户200万元 赵丽说 她只是知道李小梅面临刑事指控 但她不知道具体的指控内容 以及她所面临的罪名 她说有可能是李小梅或其他家人 为了怕她分心 无法专心处理自己的事 所以并未告诉她具体的检控情况 赵指出 任何人都可以面临各种检控 但这些检控的内容 必须等到法庭判决 才知道是否有罪 对此赵丽就说 她不相信自己的妻子是这样的人 赵丽说 对于有关妻子的指控 她只是听听 但她并不知道具体内容 也不知道已定下法庭开庭日期 检控官接着问赵丽 是否知道妻子面临的刑事指控 是与苑刚有关 赵丽答说 能够被刑事起诉 任何人都能联想到 应该是与苑刚有关 检控官提到 苑刚死亡前 她的农业公司面临两宗违约官司 其中一件官司 赵丽还被列在与送人 监控官问赵丽 苑刚是否曾指示赵丽 经营态度不善有问题才导致公司面临官司 赵丽不同意此说法 她说 所有的错都是苑刚的错 是苑刚一系列的错误才造成公司经营不善 赵丽接着说 苑刚包养的那些臭女人 在她们身上花了很多钱 都是以公司的名义开工资给她们 而她们又从不来公司 赵丽说 当时该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 为的是购买农机 但在取得贷款后 苑刚在中国刚好有生意机会 于是她就挪用了贷款投资在中国的生意 这影响到银行继续在对苑刚的农业公司贷款 赵丽批评苑刚以中国大老板的思维 想在这里和人打交道是行不通的 但苑刚又不听别人的建议 所以她最后才建议苑刚干脆卖掉农地 而且也赚了钱 但苑刚最后并没有分钱给她 苑刚案将于6月11日继续开庭审理 大规模示威前夕 卑诗省最高法院加强跨山税油管的禁制令 不再给予违令者10分钟时间离开 此前抗议者采用车轮战术 在警察给予的10分钟宽限时间之内离开 由另一批抗议人士换上 接连堵塞有关工地 法官也答应要求把禁制令涵盖的范围 扩大到其他与油管相关的工程地点 代表康德摩根公司的律师基洛兰在法庭上表示 公司雇用了两名私家侦探成功潜入示威者当中 并窥探到示威者的策略 基于此前的禁令 警方需于拘捕之前给予示威者10分钟的宽限期 容许他们离开禁制范围 他认为示威者的行动不只是为了表达诉求 而是故意地绕过禁令阻碍工程的进行 这违背了法庭原先颁布禁制令的原意 因此提出取消宽限时间 取而代之 是警方只需要在拘捕前给予简短的机会 让示威者离开 此外 基洛兰又提出要把禁令的范围 扩展到所有其他与石油管相关的工程地点 以保障日后在本省不同地方进行的工程 他又指 公司同意在工程地点的外围树立告示牌 警告市民不要阻挡输油管的工程 代表示威者的律师钱特勒质疑 把禁令的宽限时间收紧 会增加执法人员滥用权力的可能 他又指出 市民根本无从得知康德摩根公司的工程范围 法庭倘若将禁令的范围扩大 会使康德摩根公司在未来可任意妄为地 使用禁令驱赶公众 这有损公众的利益 另一名辩护律师彼得斯也指出 由于公众有可能在不知情下 踏入工程附近的禁制范围 因此 扩大禁令到其他工程范围 有可能违反宪法 然而 基洛兰与辩护律师均同意增加5个警告步骤 要求皇家骑警的执法人员在进行拘捕之前充分警告示威者 法官埃菲利在宣判中提到 他同意示威者是透过精心部署和计算 巧妙地绕过原先的禁令 因此批准康德摩根公司的要求 把禁令扩展到其他相关的需油管工程地点 同时也会把10分钟的快限时间取消 但警方必须要在拘捕之前遵循五步的警告程序 大温一位19岁的华裔学生涉嫌非法监禁 殴打拍裸照勒索一位中国留学生 近日在温哥华出庭 法官判处15个月的监禁 2017年 23岁的中国留学生受害人在一个派对屋里 被当时18岁的犯人陈某监禁了三个半小时 在这三个半小时内 陈某对他进行了可怕的殴打和虐待 陈某和另一枚当时未满17岁的共犯 一起强行扒下了受害人的衣服 并且拍了很多裸照 他们两人勒索受害人一万加币 不然就把他的裸照发到网上 受害者立即支付了带着的1100加币 但是陈某要求剩下的9000加币 随后陈某将受害者运到另一个地方释放了他 但是持续地联系受害人 要求着9000加币 他还补充说 如果你去警察局 照片就会被传到网上 还威胁 如果报警就杀了受害人 后来受害者东拼西凑 动用了自己的学费 把剩下的9000加币给了陈某 随后受害者报了警 验了伤 根据验伤证明显示 受害者的左眼整个出现红肿 淤血 右膝有一个2厘米深的刀口 右手腕有一个1厘米深的刀口 脸和鼻子软组织受伤 据悉 陈某为家中长子 家里有两名弟弟 2009年随存家移民到加拿大 2016年成为加拿大公民 最近刚毕业 已经被昆特南大学录取 陈某说 自己患有糖尿病 案发后还患上了抑郁症 陈某常常在后悔她的罪行 感觉自己为家人蒙羞 陈某的母亲患有乳腺癌 她还常常陪着母亲去看病 母亲多次提交了道歉信 并且很后悔在她犯下罪行的那段时间 留她一个人在家 最后 法官判处陈某15个月监禁 刑满后12个月内必须每天晚上10点前回家 并且在6点前待在家里不许出门 不能持有任何枪械或者武器包括刀 5月30日 多伦多大学释迦堡分校附近 一间民宅凌晨发生大火 导致一名18岁的中国女留学生不幸丧生 多伦多警方后来公布了死者的身份 是来自中国河北 就读UTSC管理专业的大一学生哈冷锅 火灾中还有三名中国留学生受伤 都是屋内的租客 在惨剧发生后数小时 起火房屋的房东便要求他在附近几处出租屋的租客 收拾物件搬走 这些租客也都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据多伦多新报记者报道称 房东是一对华人夫妇 在多伦多释迦堡分校附近 拥有总共6间出租屋 新报采访到其中2间房屋的租客 他们都表示 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被驱赶 其中一位18岁的女租客是死者的好友 她居住的房屋距离起火房屋只有2分钟的车程 她透露 自己与另外4名房客一起住在地下室 大家都是留学生 他们在火灾事件后发生几小时被要求赶走 房东称是因为一些规定 但是她并不明白是什么 新报记者调查发现 这间出租屋内一共住了16人 他们全部要求在24小时之内离开 房东给了他们最后一个月的租金 所有租客都要求不要透露姓名 以免影响他们找其他的出租屋 新报查找安省物业记录发现 房东夫妇一共有6个出租物业 全部都是独立的大屋 临近UTSC和Centennial学院 在其中一间出租屋的地下室 记者发现共有8名留学生分租 共用设施 并且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 这些留学生的月租金是300或350加币左右 一位住在另一间出租屋的留学生说 她搬来前2016年女房东给她的高中做介绍 宣传UTSC以及她的出租屋 新报记者找到男房东 向她提出一连串具体的问题 包括出租屋有明显违规以及驱赶租客等 房东否认 并表示目前最要紧的是确保现有租客的安全 当地市议员Jim Hart表示 分租屋在大学校园附近内确实很有需求 问题是现在没有法律管理或帮助这些分租屋遵守安全规定 在安省 驱赶租客有一个程序 市政府或消防局有权因为各种违规直接要求租客搬走 但不是房东 房东必须向房东和租客委员会申诉 给租客发通知 出席聆讯 该负责人说 分租屋是个大问题 许多人现在只租得起分租屋 房东就是利用这一点赚钱 多市德普文选区今晨二时三十分 发生罪汉失足撞破新民主党候选人玻璃窗事件 一名罪汉失足撞向办事处的玻璃窗 玻璃窗被撞破碎片散落一地 而该名男子在事件中受了轻伤 警方逢罩到场 经过调查后带走盖民男子 暂时未向盖民男子提出任何检控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一周好去处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被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